你知道泰森的爆肝二连有多么厉害吗 一场比赛告诉你答案 这是泰森职业生涯的第19场比赛 在此之前的18场比赛 泰森凭借高超的技术 拿下了全胜拳KO的豪华战绩 这也让许多人关注起了这位拳坛黑马 这场比赛 泰森的对手名叫福格森 此时的战绩为14胜一赴 曾击败过被称为泰森终结者的道格拉斯 更是给剃刀拉多克和拳王刘易斯做过陪练 是一位实力非常强悍的拳手 他的身体素质也非常高 耐打能力堪称一绝 这场比赛也被媒体所关注 媒体和群众们都纷纷认为 这场比赛会是一场强强对决的比赛 福格森面对泰森更是自信心拉马 然而在这场比赛过后 福格森直接被泰森打出了心理阴影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比赛 看看泰森是怎么应对福格森的 比赛刚一开始 泰森就贴近福格森发起了进攻 根本不需要试打 直接将福格森逼到擂台边开揍 这让观众们异常震惊 本以为是一场强强对决的比赛 怎么一上来就变成了单方面的碾压了 不确定 再看看 然而继续看下去却发现 之后的几个回合 都是泰森追着福格森揍 这让所有人都被感意外 wirklich这事 Snyder 连磊 明星大�ι说 连锁 revol炎 连锁 连键 海先生 油 温匙 到了第四回合 福格森在感受到了泰森重拳的力量后 果断重新的选择了搂抱和加手臂 来让泰森有力使不出 从而让自己稍微喘息一会 但后果便是迎来了裁判的警告 在第五回合 泰森抓住机会向福格森走去 福格森面对来势汹汹的泰森 赶忙开始防守 但他还是没有研究过泰森 被泰森几下标准的爆干二连破防 直接倒地 起身后 泰森开启乘胜姿态 想要结束战斗 奈何回合铃声 让福格森挺到了第六回合 第六回合开始后 福格森显然已经失去了战斗欲望 不想再尝试泰森重拳的他 选择了再一次搂抱夹手臂 这一次他铁了心不想放开 不管裁判怎么警告 就是不松手 这也让裁判直接宣布了泰森胜利 然而福格森看到裁判宣布后 反而是松了一口气 经过赛后检查 福格森鼻梁鼓被泰森打裂开了 怪不得他不断夹手臂 不敢再被揍了 泰森的力量也太大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精彩继续